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的人数比较多 扩散起来速度很快 通常在两到三个月内就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快速地拨散 季节性流感呢 它指的是每年冬季都会发生的流感中小范围流行 但是它对于老年人 婴幼儿等易感人群的风险会更大 那么流感从哪来呢 到目前为止 所有导致人类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最初都是来自于鸟类 鸟类感染禽流感病毒导致禽流感在鸟类禽类当中流行 禽流感是一种鸟类疾病 除了罕见的情况外 它通常不会影响人类 但是禽流感病毒我们可以把它分成高质病性禽流感病毒和低质病性禽流感病毒 高质病性禽流感病毒通常死亡率比较高 可以导致鸟类快速地在48小时之内死亡 死亡率可以高达百分之百 而低质病性的禽流感病毒只引起鸟类禽类的轻微的疾病 可以导致爆发流行 但是死亡率通常会比较低 那么鸟类如何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鸟类呢 通常来说鸟类通过咳嗽和打喷嚏 这样的呼吸道飞沫形式来进行传播 此外鸟类也可以通过粪便来进行禽流感病毒的播散 那么人可以感染禽流感病毒吗 是的可以 当鸟类和人类有着密切的生活接触时 高质病性禽流感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 从而扩大宿主范围 获得了感染人类的机会 就可以去感染人类 也就表明鸟类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风险就会越多 那么禽流感病毒又是如何传播给人类的呢 我们看通过这些方式都可以发生 人类通过与生病或者死亡的鸟类基进行接触 或者和它们的粪便进行接触 或者用这些患病的动物来进行食物的喷调 以及和它们的毛发等等 这些接触都可以使得禽流感病毒传播给人类 那么最近有发生过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事件吗 是的 比如说禽流感病毒H5N1型 首律患者在1997年出现在香港 这种病毒啊 它的致死率非常的高 目前可以感染人类 死亡率可以高达58%以上 人类通过和病死的鸟或者是禽类 或者是它们的禽产品进行接触 而导致发生感染 但是这个病毒目前尚不能够在人和人之间进行有效的传播 我们看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58% 那么人类如果得了禽流感会怎么样呢 通常来说人类不会直接发生禽流感病毒的感染 但是如果说禽流感病毒能够导致人发生感染 由于我们人类对于这些禽流感病毒完全没有天然的免疫保护力 所以这样的话死亡率就会非常的高 那么人类总是通过和禽流感病毒接触才能发生感染吗 是的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但是禽流感病毒它会不断的发生变异 从而获得在人群当中传播的能力有后 这样呢 所谓的禽流感病毒就可以成为一种人类的流感病毒 那么人类就不需要和鸟类进行接触 也可以发生感染 而且呢 还可以通过咳嗽打喷嚏等等 这些行为在人群当中快速的播算 从而导致人类的流感大流行 那么人类对于这种病毒完全没有免疫力 所以可以导致很多人发生感染 那么高质病性禽流感病毒如何也变为人类的流感大流行呢 我们看高质病性禽流感病毒 它们可以感染人 死亡率很高 所幸他们在人群当中播散的能力很差 但是我们人的流感病毒 可以在人群当中快速播散 所以如果某一个人或者是猪 同时发生了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发生基因重配 从而导致这个病毒发生变异 如果这个新病毒可以在人群当中进行有效的传播 那么就可能会引起人群的流感大流行 我们看像H5N1 H7N9等高质病性禽流感病毒 目前它们可以感染人类 所以只要发生某一个人或者是猪 共同感染这些病毒 而且发生一次变异 就有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流感大流行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发生 但是风险是时刻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流感大流行呢 它指的是流感病毒在世界范围之内的传播 它有可能影响所有人 并使得人们生病 所以可以当作是许多不同国家 同时发生了数百种流感大流行的一个集合 那么当以下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 就可能会发生流感的大流行 一出现了新的流感病毒 二它可以感染人类造成严重的疾病 三它可以在人和人之间 通过飞沫等等来进行有效传播 而无需直接接触来进行传播 那么H5N1具备了哪几个条件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历史上 上个世纪曾经发生了三次的流感大流行 第一次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 全世界近视有五千万人死亡 第二次 1957年的大流行当中 有100至400万人死亡 第三次 1968年的大流行当中 有100万人发生了死亡 阻戒这个危害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在流感大流行期间 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这个病毒 它可以在人群当中快速播散 传播给世界各地 那么病人肯多 会导致数百万人患病 而且死亡人数也会成百万人 这个量级 那么可以造成人群的恐慌 由于患病人数比较多 所以呢 可能会造成社会经济的一个破坏 那大流行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一般来说会持续两到三个月 但是当它在世界各地进行流行的时候 可能会再次返回 所以每年都会有两三个月的流行期 总共会流行两到三年 也就是两到三个波段 那大流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随着人群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暴露 发生感染 那么人们对于这种病毒的免疫力 就会逐渐增强 从而呢 患病人数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在免疫力形成之前 人类肯定会经历很多人发生感染和死亡 这种大流行的病毒 现在就可以成为一种人类的流感病毒 而不再是禽流感病毒 那么它终将不会消失 继续在人群当中继续引起流感的流行 也就表明 过去流行的许多流感病毒 现在仍然在人群当中流行 导致了我们人类的季节性流感 像H3N2型以及H1N1型季节性流感病毒 那么季节性流感 它每年在全球都会发生 它的病源是由甲型流感病毒 和乙型流感病毒所导致的 每年可能会导致5%到10%的成年人发生感染 20%至30%的儿童发生患病 总的来说老年人会特别的威胁 那么它有季节性的流感的疫苗来进行预防 来自过去的大流行的资料 使得人们可以去了解这个病毒的成分 从而去生产有效的疫苗 但是总的来说 疫苗的准备需要6到8个月的时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季节性流感 和高质病性情流感病毒的区别 像季节性流感病毒 H1N1 它可以在我们人群当中快速播散 但是死亡率很低 而情流感病毒呢 它可以在人群当中感染发生 但是不能有效的进行播散 局限在某一个个体 但是具有很高的死亡率 好 那么有疫苗来预防这些流感病毒的感染吗 对了 对于季节性流感 我们现在有有效的疫苗来进行预防 但是呢 这些疫苗不能够预防起流感的发生 也不能够用于流感大流行的预防 那么流感大流行的疫苗 我们现在没有 这些疫苗只有在大流行发生的时候 才能够根据病毒的组分将它进行制备 而且呀 这样的制备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 一般来说 大流行期间流感病毒疫苗的制备 需要六到八个月的研发时间 而且数量来说比较有限 目前世界疫苗工厂只能一年生产三亿支的季节性流感疫苗 所以我们想 在大流感爆发的时候 那么疫苗的使用肯定是限制性使用的 今天我们学习了禽流感病毒 季节性流感以及流感大流行的区别 那我们要知道 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在鸟类 禽类当中流行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才会感染人类 当禽流感病毒发生大幅度的变异的时候 它就可以获得在人群当中传播的能力 那么人类的流感流行可以分成大流感流行和季节性流感 流感的大流行 每30到40年会发生一次 两到三个月内会在全球范围之内迅速的播散 而且人群普遍易感 目前尚无疫苗 而季节性流感呢 每年都会发生 大多是发生在冬季 累积的人群范围比较小 有有效的疫苗进行预防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